諸葛亮這次復出 可以說聲勢已經高大到了 出現了山寨版了 這是大甲鎮藍宮的 一位神教團的團員 把字體弄成很像諸葛亮 要來搶半碗了 你可靈愛歌聽秀 你可靈愛歌聽秀 天啊 這次復出的諸葛亮 衝回宏級意識的歌廳秀嘛 你可靈愛主持 你可靈愛給我們大家 哎呀 原來是模仿藝人 戴上假髮墨鏡 學起諸葛亮誇張神情 是山寨版的諸葛亮 才說完有人來踢館囉 就出這個那樣 出那個那樣 留著與諸葛亮一樣 招牌的馬桶蓋頭 舉手投足也喪急了 自稱是諸葛亮分身的林先生 真正的身分 可是大甲鎮藍宮的神教團員呢 人家說啊 你就有聲啦 人家說有聲就好了 對不對 你要看不到人 我沒有欠人錢 墨鏡留了四十幾年的 馬桶蓋頭 林先生說他的頭髮是金耶 諸葛亮的假髮才是模仿他的 不過誰是本尊分身比一比就知道 感冒用思思 用思思 感冒用思思 用思思 喝手用思思 傷口疲勞 用思思 三位正牌 山寨擺的諸葛亮 不管有人是外型很像 還是刻意模仿出來的 倒是正牌的諸葛亮 得多注意囉 看來他的演藝之路 多了很多競爭對手 要來搶飯碗 專註的林家慶 週一的台中採訪報導